另外看到蓝染工艺曾经是台湾引以为傲的产业 随着化学染料兴起一度视为 不过在苗栗深山这位农学老师 投入复兴染布文化的计划 他从富裕蓝草开始自制染料到培育人才 重新打造了产业链 深山里的小工坊多元风格的作品 累积出了知名度 设计师团队积极地吸进参展交流 让古老的染布方式找到了全新的挥洒空间 苗栗三亿乡间翠绿山头云雾缭绕 小木屋外的一抹蓝随风飘扬 然后这样近 差不多三到五分钟了 让它充分地去吸射 山林小院里 这美术打造起天然染布工坊 依循古法的手工艺在白布上绑出一朵朵小花 大家都要染都想说做后端的 就有颜色染一染 然后就做成品做什么 是农家子弟然后学农 然后我就来农校教书 比较会想说农业这一端着手 现在很自豪的 就是这是从台湾土地长出来的颜色 今年长得头好壮壮 农学硕士出身的郑美淑 教书之余帮忙丈夫经营民宿 一开始他想发展休闲观光 这里却没有产业 他试着把喜爱的蓝染艺术带入香叶 从源头开始研究 它的原产地在中国西南部 就是那种广东广西贵州云南 你看这个环境就是云雾鸟绕 然后湿度很高 然后阳光不强 所以这种天气对我们来讲 蓝草生产的最好 台湾蓝草制作的蓝电染料 曾经行骚海外大受欢迎 自从化学 染料卫士 传统蓝电产业快速没落 不再有农夫种植蓝草 蓝染记忆一度失传 大家发现那个化学的好用 就不用天然的 然后从此以后就没有人种 我们都有学到这个蓝料植物 但是那个张姐 蓝料植物那个张姐 老是得也挑个蓝鬼 因为它也不会 包括我自己教授都这样子标 这个东西在台湾已经不存在 就不要再讲了 那我们要经过水的浸泡 这个是我们自己山里面的山泉水 大概夏天泡个两天 冬天三天 它的那个色素就会出来了 蓝草浸泡后释出色素 这美术的自学之路 没有太多参考文献 碰上问题只能寻找古书研究 做蓝染最大的魅力就是在它的 暧昧不明的变化 上个池子打出来的蓝也都不一样 操作或者是人为的因素 或者是天气的因素 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等待发酵后取出蓝草之叶 去无纯金 把泉水导入池中 接着排除上层废水 封存沉淀的蓝电 这个就是蓝草最后成品蓝电 很漂亮啊 你看 米米米 从富裕蓝草制作运用染料 这美术希望打造起一条龙式的蓝染产业 它一头栽入染缸15个年头 几乎把夫妻俩资云民宿的英语 都投入到产业里 他们学工业的人就讲说 哪有女人这么笨的 她说你怎么把一个产业链拉这么长 从重做蓝电然后到蓝蓝 甚至到后面的商品行销 哪有这么笨的女人 你这样不会太累 真的很累 那块布呢 它是做我们的纹布之后 会可能做成其他包包 一些小袋子 所以我在图案设计上 就是比较中性的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年轻设计师在工坊专心冲作 蜡染技法制成繁复 得靠手工重复上蜡 创造出漸层花纹 那我们是年轻的胜利军 我们再继续去把这一个 曾经消失的传统工艺 我们把它继承下来 然后把这些工艺再学回来 我觉得这份工作算是一种使命感吧 郑美淑积极培养新生代工艺师 鼓励年轻人运用不同的染布技术 深山里的小工坊 多元风格的作品累积出知名度 吸引大陆艺文团队参访频繁交流 中国大陆现在做田园中和体 或者是叫做什么特色小镇之类的 我比较跟他们分享的 我还是要从产业着手 跟他们说你每一个在地 都要找出在地的一个产业 然后好好的去把它做好 就是亚太国际连展 我们也会邀请对岸的 深圳大学的老师 时尚设计系的老师来这边做展览 所以这个交流方面还是蛮频繁的 我们台湾呢 这边有很多山 那我们三亿这个地方 又是属于一个山城 我们就是利用了绑扎的方式 然后来这样一层一层的一个山巒 高低起伏的一个感觉 山海壮阔的美景 硬上衬衫展现台湾特色 旧时代毕露蓝绿的手工服饰 变得更具时尚感 郑美淑儿子接受产品研发 积极走出台湾 也吸进寻找合作机会 我跟我妈妈到杭州去玩的时候 看到他们在介绍这些 有数百年历史的一个制扇工坊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跑到他们的工厂 然后跟他们做一个洽谈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他们 这样子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制扇工艺 跟我们蓝染 台湾的蓝染这样来做一个结合 两岸合作开发的扇子 共同展现精美设计 蓝染创作 结合文创 让职人作品能走入日常生活 连染工艺师他们就可以来 利用这样子不同的一个产媒材 来做很多不一样的尝试 创造出许多多彩多姿的作品 复兴传统文化长路漫漫 曾经消失一甲子的台湾工艺 加入年轻创意 再度绽放青出云蓝的耀眼光芒 拜访 多 Jor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